属于我的手机包膜计划,3C产业蓬勃发展,使用人数日益见增,越来越精致的外表也与时尚潮流画上等号,为了保护个人的电子配件及外表的光鲜亮丽,开始有相关业者大量生产保护壳,但如今的市场已掀起另一波风潮。 众多新兴业者开发出更精细的产品,从原本厚重的保护壳开始衍生出时下轻薄的包膜技术,手机包膜资材的成分种类。 一、铸造式胶膜,一般店面招牌所使用之耐厚型胶膜制成,成本皆比传统卡点西格高出6至10倍,其稳定性耐热、耐冷、耐古时、抗UV,延展不贴性加,分子结构非常稳定。 一、为胶膜之首选,属于高价位之手机包膜资材。 二、延压式胶膜,采用高分子抗UV之距离锡PVC,稳定性、耐热、耐冷、耐古时、抗UV,延展服贴性之表现比卡点西德更为出色,属于中高价位之车体包膜资材。 三、卡点西德,所谓广告用的便宜PVC胶膜,没有做抗UV处理,分子结构松散不稳定,易吞色易黄电,时间久了膜会有脆化军裂现象难以移除。 许多大陆品牌为降低成本皆采用,赞取英文品牌鱼幕混珠。 本公司一日采用日本林德科先进科技集团开发的磨料,其磨料延展性好,耐高温、防水,可经由UV打印技术表现出各式品样的立体。 无雕感让您的手机与体系本或身边的3C产品做到最佳防护作用。 特质化商品印刷推荐一生,适用多种材质,操作简单效率高,现在立即透过填写表单及来电洽询的方式与我们联系给你最合适的印刷方案。